而109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目前正在台东盛大的登场 为了让来自全台各地的选手 都能在最佳状态出赛 台东县政府是投入了大量的心力 要让比赛顺利的进行 其中更贴心的提供 无障碍计程车免费的接驳 让各县市选手多说赛 109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目前正在台东盛大登场 来自全台各地的身障选手 正在运动场上追逐荣耀 而负责承办这次赛事的台东县政府 则是投入了许多心力 希望提供最感动的服务 让选手们都能够在赛场上 发挥出最好的表现 这是我们台东第一次 办理这样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 那我们知道要办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开始筹备 那我就跟同人讲说 我们都是为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们来服务 所以我们就这个宗旨 就提供一个感动的服务给大家 那这几天呢 我想上次县长跟下次我们所有的工作伙伴 还有筹备处的同仁 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也的确了都做到 我希望他们的感动服务这一项 真的非常谢谢 也辛苦了 真的我想这两天来 但是我想各方的回馈给我们都觉得 让我们的付出呢 是值得的 我想也很谢谢宪敏给我们这样的包容 也谢谢所有全台湾各地方的选手 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服务他们 而本次县府也贴心规划了 无障碍计程车免费接驳的服务 提供了20辆的无障碍计程车免费接驳 以及大会各竞赛场馆巡回接驳服务 而负责交通部分的工作人员则表示 希望能够提供最好的服务给选手 因为每一位参赛的选手 都是一部励志的故事 在感动服务的部分 我们从一开始工作人员跟志工的讲习 我们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 我们这一次是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那其实身心障碍者 其实他们来参加的比赛选手 其实他们都有很丰富的生命故事 我们的志工 第一个在选手上车之前 我们一定要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然后呢 这个我们有两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这个 帮他们消毒 酒精消毒 然后要量测这个额温 然后接下来第三件事情 就是要实名制的登记 那登记之后呢 我们选手要出车之前 我们的志工还会再跟他喊加油一下 那我想这个都充满正能量 所以我们选手一上车的那一刻 这个车子开了 他们的心情也好了 正能量也跟着出发了 县府投入大量的心力 要将这次的全账运活动办得完美 让每位选手们来到台东 都能够感受到县府的用心以及贴心 记者 陈吉林 台东市报导